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一個米色彩色的配搭 配搭了Looping Lace裙 當然如果你自己很喜歡色彩色彩色 其實這樣配搭也不錯 下身鞋的部分 可以選擇深啡色或黑色的鞋 去平衡整個顏色的配搭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白色的短短短 我都很建議配搭 因為真的很有冬日感的效果 對不起 不忘了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個針針毛毛狀的冷衣 是一個很滑手的布料 這樣會立體感強一點 是非常軟的 很有趣的感覺 我現在這個是米黃色 我現在穿的是米黃色 我手拿著這個是粉紅色 當然這個粉紅色的效果 就更甜蜜 更粉嫩的效果 因為這個是Baby Pink的顏色 對不起這麼說 它不是真的Baby Pink的顏色 它是實的粉紅色 但是它那個毛毛的垃圾 令你很有Baby Pink的那種感覺 是很粉嫩的效果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寬鬆的版型 有一點點彈性 這個胸闊 甲圈也是寬鬆的 這個版型是比較隨意的 後腹就是這樣 兩種不同的布質 這個也是有實色的 其實我現在也有少許 如果這樣過的話 就有少許透露 看看自己的習慣 但是如果你說親膚感來說 這個是100%的軟 100%的軟 對 一點都不刺激 不需要額外打底 那你單穿 因為其實這個款式的設計 重點在布質上 對 就是在毛毛的垃圾感上面 所以那個Cutting都比較簡單 不用說 或者沒有其他細節去點轉 因為你這樣搭配 冬日感的味道已經很出 看看你自己喜歡搭配什麼 下身 其實當然啦 我現在塑造出來的感覺 是真的很Lady的 如果你想搭配型格一點 因為這個款式 因為這個款式 都是屬於中性的 如果你想搭配型格一點 你就搭配型格一點的褲子 其實真的可以的 這個也是這次的單品 所以現在這樣看 的確有一個很大的對比 我一會兒會再示範另外一個Style 那我 稍後再介紹 這個款式 最想展示給大家看的 就真的不需要擔心 這個款式 是不是一定要搭配 Lady的Style 型格一點點都可以的 Focus在它的褲子上 因為其實它整體的 版型 都是中性的 都是中性的 如果你說甜點 當然是粉紅色 但如果你說這個米色來說 它屬於一個可以搭配Lady 也可以搭配Casual型格一點的 單品都沒問題的